我们尊重而且谢谢他 屏东县长潘孟安亲上火线 向隋唐表示感谢 全都是因为这张 屏东县府发出的新闻稿 隋唐担任蝴蝶多多种子讲师 教导孩子保护自己和身体自主权 13日他发文揭露 12岁女童常年遭书 指两人无数次侵犯 没想到屏东县府的回应 竟是发新闻稿 抨击他未经查证造成异测 还解释女同事遭猥亵 而且非数次 此文一出引起网友踏乏 努批县府想息事宁人 虽然县府七小时后 再发更新新闻港 不提隋唐也修正敏感词句 但隋唐对此表示初衷遭瓦解 字字句句戳破官僚人邪体制 眼看这把货止不住 逼得屏东县县长潘孟安 不得不侵上火星灭火 个人认为这个新闻稿的内容 措辞不当 到底就是零龙人 侵犯是零龙人 无人因为也更不能有 所谓程度上的差别 潘孟安表示发出这样的新闻稿 显示专业能力有问题 已要求严惩 另外他也透露已邀请隋唐 下个月23 24日参加性评演习讲习 希望乐观其成 隋唐因担任蝴蝶朵朵 种子讲师 一家无扣Long State屏东四个多月 好骗偏乡小学 被网友誉为人美心也美 却因揭发侵犯案件 与县福杠上 虽然如此 隋唐在领述表示 保护孩子的初衷不会改变 地方中心屏东报道